小玫瑰花就是用牙签来做 它的方法跟大一点的都一样 方法都一样 就是做好这个花蕊 然后黏土 黏土要跟牙签黏住 再来 第二圈 第二圈 你这样子 那这个颜色不需要分 做这么小的玫瑰花 不需要再分层次的颜色 你就有一个淡衣颜色就可以做 这边 那就是第一圈第二圈 现在做的是第三圈 那就是小小的 可是这时候你就可以翻 把这个花瓣翻向后翻 那你就是固定的动作就是 左手拿着黏土 右手拿着牙签 这个是基本动作 好你就这样做好以后呢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小小的玫瑰花 你要做好让它干 让它干 这两段式的花夹呢 它什么叫两段式 它就是这边有两层的 两层 那这个它前后就是有两个洞 这个让你做黏土的时候 就靠这个洞把它卡住了 卡住 然后这个也有一些大小的规格都有 这个是四寸的 然后到六七寸都有 那你要先把这个 先把图擀薄压扁 用手就好了 直接压扁 然后从这里用力的这样子 不需要降伏 不需要降伏 然后你前后注意到 它前后我刚才讲过 它前后就是有两个洞 有两个洞 那这个洞你只要卡住 卡住 把它卡住 用黏土 黏土都把它包好 都把它包好 黏土都包住 当然你包住 你旁边也稍微有一点点 这个中间这里旁 两边也稍微要有一点点 黏土给它这样用过来 这样它这个整个花夹的 兼顾性比较好 它可以用很久都不会坏 当然啦 你也要注意到它的功能性 不要去卡住了 不要让黏土卡住不能使用 那这个你就是要放着让它干 我们要做的花夹呢 是水果的 就是南瓜跟葡萄 那葡萄它的叶子比较特别 也比较好看 比较麻烦一点 那这个都要干了 这个南瓜跟葡萄 你都先要做起来让它干 跟这个底座都要先让它干 这样子 我们就拿一块深绿色的土 弄成扁水滴 扁水滴 然后这里压出来 你看像是一个爱心 然后你你这边给它切一个 剥开 这边回过来 这边剥开 这边再给它 这样子 让它尖尖的 好 画出叶脉 叶脉 叶脉画出来 叶脉都画出来以后 就拿起来 这个叶脉是湿的 你就沾水 往这个地方粘住 粘住 要压点力量 粘住 它干的就粘得很好 就是这样子 然后它总共有七片 八片吧 那你全部都把它粘好 这八片的 葡萄叶的叶片都粘好了 都沾水粘好 然后这个 这个 南瓜已经干了 你就需要用白胶才能粘住 因为它这个接触面不是很多 就往这里粘住了 葡萄也都要粘白胶粘住了 搓湿粒 小圆圈圈的 黄绿色的涂 黄绿色的涂 湿粒 然后趁这个 葡萄叶还没有干的时候 就往这个地方 粘住 沾水 如果怕的话 它干了就粘得很好 这个 这个是一种点缀 顺便把比较丑的地方 给它压盖住 这样 这个都是一对一对的滑夹 那就是 这个是一对的滑夹 都要粘住 在这种东西